美国总统初选厮杀 希拉蕊告急川普气势强 美国总统选战第一个直接初选的州 新韩户下州 今晚就要投票了 民主党希拉蕊知名度高 但民调大幅落后 受年轻选民欢迎的对手桑德斯 面临应战 老公克林顿帮忙造势 猛批桑德斯政策 他则暂时到密西根州 巩固黑人票园 在共和党方面 四处放炮的川普暂时领先 他常有争议言论 却争取到高破光率 也有死忠支持者 不过名调高不代表选票一定多 紧追在后的44岁菜鸟参议员卢比欧 是古巴移民后代 个人色彩鲜明 表达能力强 受到草根大众欢迎 一现身甚至让粉丝喜极而泣 据民调较低的候选人 包括哥哥爸爸 都当过美国总统捷步不息 各家也都在奋力一搏 动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